莫少 夫人他又走了 作者 围城 演播 田小莫 莫少 萧熟 第五百二十四集 你怎么醒得这么早呀 我还以为你在睡呢 莫千行轻轻揽过宋冉的腰肢 低头看着宋冉说 刚才怎么没有回答我 结果现在还反过来问我 哦 我现在睡得比较浅 刚才去婴儿房看了孩子们 一玩儿睡得好 但瞎玩儿刚才醒了 越早在吃饭 我刚抱了一会儿 莫千行对这个答案很不满意 原来又是因为孩子 而没有选择自己 宋冉感觉 自己一大早晨就要把吃不住了 因为莫千行的颜值实在是耐看 一个没忍住 宋冉的手已经伸到了 莫千行的脸上 碰到莫千行以后 结果莫千行还配合地 往自己的手上蹭了蹭 宋冉心满意足地 捏了捏莫千行刚洗完的脸 莫千行 你皮肤可真好 不像我 生完孩子 脸皮都松了 没有啊 这些都是你一个人的幻觉 你生完孩子 确实和以前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了 不过多数都是好处 你这是又夸我了吗 夸吧 我现在已经准备好了 结果莫千行只是戳着他的脑门 推出了洗手间 夸你 宋冉 你知不知道有个词叫做白日做梦啊 我要冲澡了 你别偷看我啊 宋冉白了他一个白眼 配合地往外走 就知道莫千行没那么好心 但是 当莫千行提到冲澡二字时 他便不自觉地 想到昨天晚上发生的事 为了防止自己脸红 被莫千行看出来 宋冉快步回到床上 本来还想跟莫千行说 自己出月子的事 结果不知不觉 就在床上睡着了 莫千行趁着浴袍出来 便看见宋冉 露了一个小脑袋躺在床上 于是 他现在变成了放慢脚步 等自己小心翼翼来到试衣间 这才开始挑逝 今天上班要穿的衣服 等再出来时 宋冉已经翻个身 朝窗户那边睡了 美国 一路上 林语柔都在后面 积极喳喳 墙子基本上 都没有恢复他 即便这样 林语柔一个人说话 还是很起劲 墙子感觉 今天单独带 林语柔出来 就是一个错误 前面就是商场啊 墙子 你要跟我一起逛街吗 这样也太开心了吧 林语柔正趴在车窗 露出脑袋笑着 墙子一边等红灯 一边很冷漠地说 把头伸回来 那样很危险不知道吗 林语柔才没听墙子的唠叨 甚至还把手伸出去触摸缝 这个挑衅 使墙子非常不愿 于是他转头 给了林语柔 一记警告的眼神 林语柔这才把手 还有脑袋都伸了回来 墙子把车开进地下停车场 在一片漆黑中问 我没有陪女孩子逛过街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改造你 你说 你想先去剪头发 还是买衣服 林语柔乱了一下 便笑了 墙子把车停好 便给林语柔开车门 你没想好 不过 你现在要先下车了 剪头发 那你说 这算不算从头开始 我觉得你这样想也没有错 这确实算是 重新开始的一种 好 那咱们就先去剪头发吧 别再浪费时间了 现在就开始行动吧 就这样 两人坐着电梯 直奔理发店的楼层 剪头发的这个决定 还是很快速的 但是 当林语柔走进理发店时 心里面还是打起了退堂鼓 在一旁的墙子 一眼便看出 林语柔心里那点小啾啾 虽然她什么都没说 但眼神确确实实在跟踪着林语柔 终于 几分钟以后 林语柔开始行动 就在林语柔发现 自己马上要离开理发店时 墙子一手把林语柔抓住 林语柔 你要去哪里 没有啊 我哪儿也不去啊 墙子配合她说的话点点头 用眼神示意她回到座位上 林语柔很是不情愿地 回到了等候的地方 几分钟后 有一个理发师走过来 林语柔知道 她这次逃不过了 她忽然想到一个好玩的事 我直接剪个利落的短发吧 不过在此之前 我读你不敢剪平头 墙子对上林语柔的眼眸 里面竟有一丝细念 既然你用了这个赌字 那么我觉得我有必要回应你一下 剪平头 是最考验一个男人 是不是耐看的标准 其实 林语柔也就是随口一提 根本就没想到 墙子会理她 就在这时 理发师对墙子说 那我先给这位小姐剪啊 然后再来给墙哥你剪 我希望等下 我再见到这个女人的时候 她是一个全新的自己 至于我 自己来就可以了 理发师竟然没有一点惊讶 他对着墙子 比了个OK的手势 那还是老样子 给你留一个单独的房间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